有臭宝说的老花一太阳花怎么养能爆盆 那就这玩意了呗 这玩意了不是随便养 真的是你这玩意都不用你养 你在猪圈旁边找个有土的地方给它种上 只要不被猪吃掉它就能长得特别好 明白吗 太阳花很好养的 就是 不会养花的都能把它养得很好 多浇点水没事 你就没什么太阳 没事 晒太阳没事 就这么好像一块说冻死 那这温度很低了是不行的 明白吗 你一定要明白 它这个太阳花目前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 都是这种虫辈的比较多 如果说你过分的冷 也是容易给它冻死的 看到没 但是你 只要不完全冻死 它第二年又能复发 但是像最边上的那几盆 由于是特别冷 那几盆就冻死了 明白了吗 它有一定的耐寒性 但是你完全给它冻死 使劲冻的话也能冻死 像单瓣的那些个老的品种的太阳花 它会结种子 冬天的时候种子 它又不发芽 第二年春天都长起来 这种虫辈的它不结种 它都是 嵌插 明白了吗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都是嵌插来的 很好养 而且很便宜 随便养就能爆棚 你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你给上光照 太阳花确实没什么难度 随便养就能养好的一个东西 有的话说我养不好 我觉得不存在 太阳花都养不好 都臭不好 我觉得这种人不存在 应该没有这种人 好了 太阳花还是比较哇塞的 但是虫辈的不结种子 单辈的爱结种子 懂这个事就行了 虫辈的尽量的别低温 爆冷 爆冷的话容易给它冻嘎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转衣 白了臭不好 Beauty 面好 嘟 牛